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事真的是意外当中的意外 昨天位于台湾彰化的一个公路施工的现场 发生了一起意外的事件 一名17岁少年在进行油气除锈时 不小心从一米高的地方摔了下来 坠地的时候刚好掉在一个空压机上 肛门被喷枪插入灌气 送医院时身体膨胀两倍大 整个内脏都被撑开了 17岁灵性少年紧急送到医院急诊室 当时他的头手身体都肿成两倍大 连肚皮都快被撑开陷入昏迷 医护人员抢救长达一个多小时 却还是没能把人救回来 他是疑似是喷枪一直持续的在打气 打到我们身体里面造成一个全身从头到脚 非常严重的一个气肿 意外发生地点在台61线东西向快速道路 彰化和保断工程 灵性少年担任油气工 在一米高的地方喷漆除锈 却不小心失足跌下来 底下一台空压机的铁管 不偏不倚插进缸门 还启动电源灌气 在场的工地同事全都傻住了 空压机喷出来的空气 没几秒就把塑胶带充满 但这些气体冲进人体内实在难以想象 同事说少年来自单亲家庭 可能家境不富裕 高中就休学 为了赚学费 在亲戚介绍下 从台南跑到彰化工地工作 赚新股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